Google這筆超過新台幣275億元的投資 首先是把英國分公司的人力 從2021年的6400人增加到今年的1萬人 增幅達56% 儘管英國政府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 解除了必須在家工作這項限制 但Google仍舊思考 未來可能以在家上班搭配近辦公室的混合制 來兼顧防疫與研發等工作的需求 我認為這兩人會有同性的測試 我們要去調查 什麼是適合和穩定的意思 一定會有更多人 我們在我們社會上班 可能有20%的職業會在廣場 這意味著,那是20%的人在鄉村 在鄉村或鄉村 會再次重新的 但80%的人會進入辦公室 我們會繼續增加我們的股票 我們所說的,在這間的投資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说 Google基本上仍旧希望多数员工 每个星期有三个工作天可以进办公室 除了人力 办公空间的扩展也是在必行 Google英国分公司目前所在的大楼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中央圣吉尔斯 Google原本是和NBC环球娱乐等知名企业 一起长期租用这栋大楼 在新的投资计划中 Google将完整买下大楼的所有权 同时也在伦敦市区 距离仅仅十来分钟车程的国王十字 Google将大幅扩张原有的英国分公司总部 对于Google持续加码投资英国 从中央到地方首长 部分党派都表示高度欢迎 根据英国每日快报的分析 这象征脱欧之后 被各方看衰的英国经济 反而呈现逆势上扬 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